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除夕夜那天 公婆不让我上桌 在我们村里 媳妇是不能上桌吃饭的 你要等我们吃完了 才能吃 这是我新婚第一个除夕 我不想弄得到 我不想弄得难堪 向老公求助 我老公说 出门在外 习俗不能丢 于是我直接掀了桌子 除夕夜 我忙碌了一整天 满头大汗端出最后一道菜 然而 却看到公公已经坐在餐桌前 开始享用晚饭 他一只脚架在椅子上 我瞥了一眼 垂眸 尽量保持冷静 这是我和刘云新婚的第一个春节 也是公公婆婆第一次上门 我不想因为一些小插曲 破坏了气氛 再不济 七天 忍忍就过去了 安宁啊 你去忙吧 公公择了口白酒 挥挥手 我们尽快吃 给你留口热菜 我一正 给我留口热菜 转头看向刘云 她低头不语 婆婆拿着酒瓶 给公公满上一杯 开口道 你刚嫁进门 不懂我们那边的规矩 在我们村 女人是不能上桌吃饭的 我瞪大双眼 脑子仿佛被雷劈 你们开玩笑吧 谁家的团圆饭 不是围着一起吃 刘云这才点点头 拉开椅子坐下 老婆 这是我们祖辈 传下来的规矩 我试图她讲道理 那是你们村里的 我们现在是在市里 港城没这种习俗 出门在外 习俗不能丢 没事 你以后慢慢就懂了 还以后 心里却像被刀 划了一个口子 刘云说她父母 一直住村里 没吃过好的 于是我坐了一大桌子 拿手菜 刘云说她父母没见识 脾气不好 让我多包容 于是从他们早上 踏进门到现在 对我各种指指点点的教诲 我都忍了 我忙活了一整天 指尖还留着切菜的微痛 得到的竟是吃剩菜 委屈和烦躁涌上心头 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种陈规陋习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嫁到封建社会了 听到这话 公公脸都清了 好了 大过年的 别吵了 刘云不以为意 指了指碗筷 要不 你家点菜 去厨房吃就是了 我陪你去厨房吃吧 婆婆看了一眼公公 假惺惺道 她话音未落 啪得一声巨响 公公重重拍打桌面 她脸红脖子粗 伴着浓浓的酒气味 说了不准吃 就不准吃 才刚进门 就敢跟我吹鼻子瞪眼 下次还不造反了 以为你读过几年书 能明白事理 没想到这么没教养 你父母怎么教你的 猪狗都不如 连炮猪的指责 我的怒火像被点燃的鞭炮般 我敬她是长辈 她不当我是人 骂我 我还能忍忍 骂我父母 她算哪根葱 父母辛苦养育我这么多年 不是为了让我在别人面前 受这种屈辱的 再也忍不住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教养 我压抑着尖叫的冲动 给你们做牛做马 还要受这等侮辱 没有更多言语交流 我一个用力 直接掀翻了餐桌 碗盘跳跃空中 美味佳肴洒落一地 啊 公公浑身沾满菜肴 嘴上不停地怒骂 泼妇 你这个泼妇 造反了 你 你竟然 婆婆惊呼着捂住口 老公愣立在一旁 震惊地看着我 我冷冷开口 我不吃 谁都别想吃 车轮在寒风中呼啸 我驾着车 终于回到了娘家 推开门 温暖的灯光和熟悉的饭菜香气 迎面扑来 爸爸正勾搂着背 在厨房里帮妈妈打下手 削土豆皮的动作笨拙 却满是心意 宁宁 怎么回来了 妈妈第一时间发现了我 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 做吧宝贝 爸爸也转过头来 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宠溺 等你妈坐下了 我们再吃 在我们家 永远都要等人 齐了才开饭 只有做饭的人 动了筷子 其他人才能动 桌上摆满了我喜欢吃的菜肴 即便知道我不回来吃饭 他们也没有忘记 做上几个我爱吃的菜 他们甚至没有问刘云 为什么没来 看着他们劳两口温馨的笑容 我内心涌上一股暖流 但同时想到今晚发生的事 泪水又不争气地滑落 怎么哭了 妈妈立刻放下筷子 关心地问 没事 我努力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只是突然觉得好感动 我不知道怎么跟爸妈解释 今天的屈辱像一块重锤 击打在胸口 让人窒息 细节在脑海中一一闪现 那张被掀翻的餐桌 公共愤怒的面孔 流云的目瞪口呆 我像泄洪一般 把今晚的不快 统统说了出来 我爸沉默了两久 叹了口气 感慨 当初就不该心软 同意你们结婚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和遗憾 对不起 爸爸 我低声抽气 是我识人不清 大过年的还让你们操心 都是我们不好 母亲紧紧握住我的手 眼眶泛红 原以为流云对你好 会疼你 穷点就穷点 哪知他家是这样的 为了缓和气氛 我爸像小时候一样 捏了捏我的脸颊 宝贝 你最后掀桌子那下 帅呆了 爸爸为了骄傲 做人不能太像柿子 否则会被人拿捏 我妈擦了擦眼角的泪 破涕为笑 宁宁从小有想法 可不是那么好拿捏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着了刘云的魔 明明才认识短短几个月 就非他不嫁 记忆中 刘云三句不离穷 总以贫困为由 向我索取无尽同情与支持 而我 渐渐地 成了恋爱中负责开支的那一方 谈婚论嫁时 刘云以父母要养老 男女平等为由 提倡不要财力 又对我父母起毒事 一辈子对我好 让我的父母接受裸婚 我爸妈拗不过我 同意了 还提供了婚房 穷是他挥之不去的盾牌 而今天这盾牌终于撕裂 露出背后的漏龟 女人不能上桌吃饭 这种荒唐可笑 又极端残忍的观念 居然在二十一世纪复苏 在我的生活里肆虐 深夜 思绪像纷飞的雪花 无法停歇 我翻来覆去 无法入睡 天花板像是一块巨大的屏幕 播放着那些不堪回首的片段 想到今晚受的委屈 又想起和刘云在一起后 她动不动就哭穷 床头柜上 放着我最爱的草莓 那是我妈特地准备的 又想起 刘云连一颗草莓 都舍不得给我买 草莓刚上市的时候 功不应求 我又是一个草莓热衷粉 那鲜甜多汁的滋味 总能让我忘记烦恼 一天 刘云边打游戏 边悠悠道 今天我在超市看到草莓了 想不想吃 真的 太好了 我立刻从沙发上弹起 期待在眼底闪烁 我心想 刘云是不是给我买了 正当我一脸期待着的时候 刘云眼睛不眨地告诉我 嗯 你可以去买了 我挣住了 嗷了一声 愣在了原地 你可以去买了 那天的草莓有没有买成 我已经忘了 但是失落的心情 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我越想越气 索性打开电脑 将今天的经历发上了网 吐槽这封建的一家子 在吐槽流云抠门 算计又小气 舍得给你花钱的男人 未必是爱你的 但是连一颗草莓都舍不得给你买 还要你源源不断给他买的男人 一定的不爱你 末尾处 我立下豪言 这个婚离定了 发布之后 我并没有期待会有什么回应 在这个除夕凌晨 大家都应该沉浸在团圆和欢乐之中 然而没过多久 我的帖子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冲上了热搜 手机不断震动着提示音 叮叮当当 这什么封建破规矩 女人不能上桌吃饭 笑死人了 楼主加油 现代社会哪有这种荒唐事 支持姐 走 必须走 姐的老公问题也很大 没见过这门抠门的男人 楼主婆嫁是我们村的吧 我们村就是这样 刘盐附带着一张照片 屋里 男人围着餐桌吃饭 屋外 女人端着碗 蹲在院子里吃着饭 网友们议论纷纷 在评论区里留下他们的看法 更多声援 我的言辞 如同雨点般密集落下 笑死 公公婆婆真是活在清朝啊 楼主别难过 我们支持你 楼主好勇敢 仙桌简直解气到我了 哈哈 网友们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着对于那些陈旧观念的不满 以及对我的支持 虚拟世界里充斥着正义感和反抗精神 男女平等早就写进法律里面了 还有人坚持这种莫名其妙的传统 楼主做得对 不能让这种毒害文化再伤害我们女性 甚至有些网友已经开始组织刷热搜 姐妹们 警号女性权益保卫警号这个话题赶紧刷 顶上去让更多人看到 在无数条评论、转发、点赞中 我第一次感受到网络的力量 即使外面依旧漆黑一片 在网络世界里却已经星光灿烂 两天后 门铃突然急促地响起 打开门 刘云站在门口 眼神里满是不悦 一开口就是责备 你这是干什么 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都是你吧 哦 我以着门框 交叉暴毙 笑笑 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他深吸一口气 似乎在压制自己的情绪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习俗好不好 我父母也是为你好 他努力破我的样子 实在好笑 我反唇讥笑 为我好 把女人当成二等公民 就叫作为我好 刘云皱起眉头 对我说法不认同 别这样说 你嫁了我 就是我老刘家的人 我们家就这规矩 你回去给老人家道个歉 顺便 他顿了顿 打扫卫生 哈 我大笑一声 讽刺道 所以 我除了不能跟男人同桌吃饭外 还要给你们家做清洁工 刘云跟着提高声音 别太过分 那毕竟是长辈 再说 在外面丢人现眼 对谁都没好处 丢人现眼 我反问道 我忍不住伸手推了他一把 难道真相不该被揭露 或者说 在你心里遮羞盖 丑比事实更重要 刘云语色 显然没有预料到 我的强硬态度 听着 我们家 停 我抬手 打断他 我们家三个字 从今天开始 与我无关 我高攀不起你们留家 请离开我的生活 我指向门外 下通牒 给你三天时间 收拾好你家的东西 滚出我的房子 说完 我重重甩上门 转头买了柚子叶煮水洗澡 驱邪 摔神上门 晦气 我和刘云相识于 一场港大收声介绍会 我作为助教 到现场去帮忙 记得第一次见面时 他穿着笔挺的衬衫 却有点紧张地调整领带 同学 请问这份推荐信 该怎么写 他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记得 自己当时轻轻笑了笑 别担心 跟我来 边说边指向旁边的座位 他担心 后续还有不懂的 主动要了我的联系方式 几次往来之后 我的心 逐渐被这个内敛 而认真的男生俘获了 港大的硕士 申请审批要一年 而我 我却半年不到 就嫁给了他 安宁 虽然我现在没什么钱 你相信我 我以后会有钱的 没关系啊 我记得自己 没心没肺地回答 反正现在也不缺这些 看他一脸郁闷 我还反过来安慰他 我当助教的薪水也不低 即使结婚后 情况依旧如此 港城规定 必须有身份证 才能工作 而他需要等入学申请 批下来 才能办理身份证 因此 在此之前 所有的日常开支 都有我一个人承担 但对于身陷爱河中的我来说 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负担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曾经那样想过 受了流云的刺激 我又失眠了 妈妈起身走到窗前 声音略显颤抖 宁宁啊 她似乎想说什么 但话未说完 便已经哽咽 爸妈并肩站在窗前 外面是一片漆黑 只有路灯投射进来 微弱的光芒 映衬出他们落寞的背影 我的心 跟扎了针一样疼 想哭 又怕妈妈跟着难受 只好攥紧手心 妈妈接着说 你从小就独立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们都支持你 爸爸也拍拍我的背 安慰到 别难过了 宝贝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会在你身边 在这个漆黑的夜晚 爸妈的温暖和支持 是我最大的安慰 站在那扇熟悉的门前 深吸了一口气 今天 我要和刘云潭离婚 抬手 正准备按门铃 婆婆尖锐的声音 透过木板 钻入我的耳朵 真是不知好歹 她居然敢闹离婚 刘云 离就离 你那么优秀 等你读了硕士 还怕没女人倒追 公公也附和道 就是 找个女人 还得看她能不能识大体 除夕夜闹什么风风火火 接着 是他们对我 肆无忌惮的指责和贬低 我握紧拳头 靠近些许 年初七找中介 把她房子租出去 刘云的声音也加入进来 二十年合同一签 她想反悔都难 哈 还是儿子聪明 读书人就是有想法 我的心如被利刃割裂般痛楚 怒火在胸中燃起 年初七 是吧 他们不知道 在港城 年初四就开门营业了 无论是中介 还是律所 接着 屋内传出 嘻嘻嘶嘶 听不清的声音 我紧贴在冰凉的木板上 心跳如骨 刘云的声音再次出现 妈 要不 差不多得了 现在家里吃穿用度 都是安宁出的 你至少要给人家点尊重 哎呦呗 公公不屑地哼了一声 看看你这没出息呀 被女人养的连男人样都没有了 你当真成了个废物了 不能怕老婆呀 男子汉大丈夫 应该顶天立地 刘云唯唯诺诺 爸 我 我什么我 公公压制性地斥责道 一个大男人说话像泄气皮球似的 你就不能挺直腰板做主吗 对呀 婆婆接过话茬 语气中满是讥讽和不屑 她算什么东西 还敢提离婚 她提离婚都是唬人的 离了婚就是二手货 谁敢娶她 爸妈以我对安宁的了解 我担心她动真格了 我没从见过她这么生气 还要求我们三天搬走 婆婆啪的一声 似乎拍了桌子 扯着嗓子 她说搬就搬 我老太婆就不走 她能咋的 再说 你们都结婚了 她的还不是你的 刘云 我都是为你好 现在不给她点下马威 以后还不得让安宁 爬你头上撒尿 行了 别叽叽歪歪 我昨天洗碗摔了一跤 你们父子俩都没一句关心 你这回还在这不争气 你这是存心要气死我 是吧 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 直到屋内不再传出声音 我才静静转身离开 刚走出大厦没几步 手机震动了几下 我一看 是刘云的来电 挂断 再打入 直到十几次后 我才深吸一口气 按下接听键 刘云的声音 透过电话线传来 带着一丝试探 安宁 你气消了吗 我冷笑 反问 气消了吗 你觉得现在还只是生气的问题吗 我知道爸妈有点过分了 她顿了顿 但你也知道他们是农村人 脑子里都是些陈旧思想 我不认同 那又怎样 就因为他们是农村人 就可以随便贬低女性 无视我的感受 你说出门在外 习俗不能丢 那我问你 入乡随俗 你懂吧 港城是个多元化的社会 既有东方传统保守的大家族观念 也有西方个人主义观念 二者相互碰撞 相互融合 我出生在港城 本地也有不少陈旧思想 却不曾见过这样贬低女性的 不是这个意思 流云雨色 支支吾吾半天 说不出个所以然 最后 干脆转移话题 不说这个了 是这样的 我妈她摔了一跤 哦 但我不太清楚 港城这边看医生的流程 很多诊所春节不营业 要不 你回来帮帮我 听到这话 我的心头火疯狂烧起 所以 在需要我的时候 才想起我对吧 平时呢 连基本尊重都没有 让我去照顾你妈 她没儿子 没老公吗 沉默片刻后 刘云耐着性子 继续说 你们女人照顾女人 总比我来适合些吗 安宁 父母不容易啊 就当是为了我 我打断她 闭嘴吧 你是懂孝心外包的 你妈真可怜 老公不疼 儿子不伺候 跟寡妇没两样了 她叹了口气 语调软化 安宁 请理解一下吗 我微微一愣 有一刻恍惚 仿佛她还是 那个事事哄着我 疼我的刘云 以前 我们争执的时候 刘云用一句安宁 你理解一下吗 就能拿捏我 我这人对于家人 一向是吃软不吃硬 小小的讨好 就能换来我大大的满足 我的善良 成了刘云 拿捏我的双刃剑 可是 原来图一个人 对你好 是没用的 人心随时会变 上一刻 还是爱妻好老公 下一刻 就是守旧大孝子 等爸妈走后 我们还像原来那样 好不好 这阵子 配合一下 配合你妹 眼前浮现出 除夕那夜的场景 清晰如初见 电话那端再次沉默 她大概没想过 我会爆粗 然后 刘云颓败感满满的声音 做最后的挣扎 安宁 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们的感情 感情 你也配提感情 我无声吃笑 刘云 是你让我明白 感情不能当饭吃 我谢谢你全家 你就别再提感情了 我嫌晦气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婚前 双方父母 有过一次会面 地点是刘云 预定好的 星级酒楼包房 我爸妈相当重视 提前准备好的毛台 和软中滑 那天 他们早早就起来梳妆打扮 我爸很少见地 穿了一身正装 门推开 刘云带着公婆出现的那刻 我们三个都错愕不已 因为刘云父母穿着随意 两手空空 刘云好像没发现什么不妥 直接招呼他父母坐下 开始点餐 旁边坐着我的父母 面色僵硬 但保持礼貌 席间 公公开了我爸送的毛台 没一会儿就喝得烂醉如泥 他醉红着脸 手里提着酒杯 摇摇晃晃 亲家 不是我说 你给他们准备的那房子 太老了 楼龄大 没电梯 要我说 干脆卖了 他打了个酒格 接着说 给他们当首富 换套大的 登记在刘云和安宁名下 我和刘云妈过来了 也好有个住的地方 这话音一落 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妈震惊地望着我 那套房子 是我父母买的第一套房 从我出生起 就在那里住着 他承载着我们一家的回忆 这些年 房子买了又卖 唯独这一套 一直被留着 我爸当时脸色已经很难看 绷着脸 看得出在克制怒气 远远的 我看见 餐桌边下 我妈伸手过去 轻轻握着我爸的手 我爸脸色才缓和一点 说 既然是首富 那双方都得多少出点 婆婆全程在夸刘云 说她是家族里 第一个考上大学的 成绩优异 从小不缺女孩子倒追 媒婆都快把她家门槛踏破了 她拍拍刘云的头 得意地说 能嫁给我们家刘云 你们家不亏的 她最懂事了 以后刘云也是你们的半个儿子 就别说什么钱不钱的了 我们做父母的 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孩子幸福就够了 我看见我爸嘴角抽了抽 我看向刘云 想寻求支持或者解释 但她只是默默低头玩手机 并未作声 要不是顾忌我的感受 以我爸的脾气 早就当场甩脸走人 那一天 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可我却忍了下来 不意外的 那天的账单 是我爸结的 我总觉得感情需要相互包容 委屈点没多大事 没考虑过 更委屈的是我的爸妈 后来费文告诉我 那天回去后 我妈哭了 她想找我算账 被我妈按下了 我妈说 有些苦 我得自己吃 苦过了 才知道长记性 又熬过一个失眠的夜 胸口犹如堵着一口大石 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拿上所有资料 把费文约在了咖啡厅 我把所有资料摊在她面前 费文 凭咱们穿一条裤子 长大的情意 这案子 你不接都不行 费文端起咖啡 浅浅米了一口 也不提离婚的事 倒是提起了一些日常小事 还记得中学时 我想买一台PSR的事吗 嗯 我一时有些跟不上节奏 你听说展会时薪高 站了三天 腿都站肿了 就为了赶在我生日的时候 买下送给我 那是高二的事 新款PSR上市就火爆 费文无意中提了一嘴 要攒钱买一台 恰巧她生日临近 我得知会展中心需要促销员 虽然累 但时薪比较高 于是悄悄交了申请表 三天下来 我腿都站肿了 我记得 她拆开礼物后 哭得一塌糊涂 直骂我笨 之后 一直到中学毕业 她都盯着我 禁止我去做类似的兼职 她加了一块糖 搅了搅咖啡叶 悠悠到来 你呢 就是对人太好了 尤其对重要的人 可以一再降低底线 人家给你一块糖 你就对人家掏心掏肺 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好都给对方 结婚前 也不是没人提醒过你 可你总是一句流云对我好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为了结婚的事 费文和我吵了一架 可当时的我 由言不尽 说什么都不听 她恨不得把我脑袋拧下来 当球踢的样子 我记忆犹新 费文接着说 作为男朋友 她对你好 不是应该的吗 难道你对她就不好吗 她还要靠你供养 不对你好对谁好 你要是也养着我 让我叫你妈妈都可以 费文语气中 带着几分无奈 又不时关心 我猜伯父伯母 也知道说了也没用 干脆游着你去 说风就是雨 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拖着腮 转头望向窗外 陷入了沉思 不得不说 作为生养我的人 他们真的很了解我 有时我也讨厌自己 固执又倔强 妈妈说这是我的优点 越挫越强 善于思考 懂得改变 行动力爆棚 一旦确定了目标 就会全力以赴 费文手伸过来 宠溺地摸摸我的头 笑了笑 头痒不痒 啊 我一蒙 再次跟不上节奏 感觉要长脑子了 他还故意戳戳我脑袋 坏坏道 费文唇眉含笑 说了一番 跟我妈妈一样的话 安宁 这也是你的优点 行动力惊人 现在脑子长回来了 及时止损 不迟 人生在世 谁没遇到过几个渣男 是十岁了 离婚这个案子 我接了 当务之急 先把房子收回来 作为业主的配偶 原则上 他是可以把房子租出去的 万一他真做成了 就多一个案子了 离开咖啡厅 走向维多利亚港的码头上 海风袭袭 却吹不散了我多日的烦恼 脑海里 一直回想起费文的话 抠就是抠 抠不等于会生活 一个男人对你抠门的时候 他就是个算计的男人了 一个精致利己主义的男人 做任何事情前 包括感情 都会提前进行投资回报率测算 初四一大早 我带着费文和物业管理人员去收房 婆婆大概摔伤没好 直接在大门口席地而坐 扯开尖锐的嗓子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谁都没资格赶走我 公公则冲着我挥舞着拳头 气势汹汹 你要感动我们一下试试 我的视线越过他们 落在屋内 里面像蒙了一层灰 地板上 零零散散的 还留着除夕被我掀下来的部分食物 墙角处 一堆空啤酒罐和酒瓶 东倒西歪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臭味 我皱了皱眉头 后退几个大步 退到走廊外 老邻居都被吵闹声吸引过来凑热闹 见人多了 婆婆闹得更凶 让大家都来亭亭里 是非明辨 不上桌吃饭而已 又不是不给吃饭 我几十年都这么过来了 多大点事啊 她还敢掀桌子 她还敢提离婚 大过年的 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杂杂呼呼 此言一出 一旁的观众一时间躁动起来 焦头接耳 还有人拿出手机开始录像 婆婆瞬间有了底气 结个婚 以为自己当家做主了 呸 大家给我评评理 是不是这个没教养的 做得不对 可是 没几个人理她 我以这围栏 看完了闹剧 然后拿出电话 直接报了警 公公见我真报警 怒了 反了天了 家门不幸 刘云怎么娶了个害人精 不孝敬公婆 脾气大 还掀桌子 她暴跳如雷 双手挡着大门 只要我活着 你就别想进这个家门 费文滴滴吃笑了一声 像是听到什么笑话 我有些窘迫 她举着手机靠近我 巧声说 当律师的 大场面见多了 这种小场面 见怪不怪 说完 她拍拍我的肩膀 以示鼓励 然后转身 将镜头对准了公婆 专心录像 我调整好心绪 静止走到 公公婆婆面前 嗓音不高不低 足够让在场的人都听清 你家刘云一没工作 二没存款 连生活费都是我出 她凭什么买房 要说这房子是你们家的 那就拿出证据来 好心劝你 在警察来之前 把房子腾回给我 否则就是强占民宅 活泼语色 憋得占红了脸 忽然 人群发出一阵惊呼 我猝不及防 就被一个蛮力拉开 公公脸上青筋暴跳 眼神中透露出一股愤怒 历生呵斥 赔钱货 给你脸 你不要脸 真以为我不敢动你 我挑了挑眉 挑衅他 你敢动手试试 同时 悄然紧握拳头 直接因用力而泛白 随时准备反击 公公呸了一声 双眼赤红 你父母没教你怎么做人 今天 我好好教教你 他一手揪着我的衣领 一只手高高举起来 眼见一巴掌 直接冲着我的脸扇下 助手 警察 千军一发之际 警察来了 公公死死揪着我不放 直到一个警察力声道 还不松手 他才心有不甘 松了手 另一个警察道 我们接到报道 有人私闯民宅 得到自由 我稍稍整理好衣冠 向警察表明身份 有律师和物业人员在场佐证 我向警察提出协助收房的要求 公公婆婆还是那套 撒泼打滚 说什么都不搬 婆婆带回哭腔 一手捂着腰 一边解释 没有的事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是这个女人先对我们不敬 我儿子几次三番给他台阶 他都不下 这时候 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凑了过来 七嘴八舌 不少老邻居为我说话 我看着安宁长大 他从来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还有人趁机跟警察投诉 就是这家人 三更半夜还是吵闹 老房子本来隔音就不好 大过年的 害我被吵得没法睡觉 不服气的公公婆婆 直接跟邻居吵了起来 一时之间鸡飞狗跳 我指着刘家人 对警察说 他们霸占房屋 可以按私闯民宅处理吧 要不 一起带回警局吧 一个小时后 我做完笔录 走出警局时 和姗姗来迟的李云 打了个照面 他脸色惨白 眼下黑圈重重 衣服皱巴巴的 相比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憔悴了不少 擦肩而过时 他拉住了我 安宁 看在一家人的份上 能不能别弄得那么难看 你也看到了 我妈腿脚不方便 他们来一趟港城不容易 给我两天时间 两天内 我一定送他们回老家 我逆了他一眼 都这个时候了 他还以为我只是在闹 我想 其实 刘云从来没有 真正了解我 我看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 刘云 我给过你时间搬走 我不是让你送走你父母 我是让你们一家子 包括你 一起搬出我的家 听他的意思 是还想继续住着 可是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安宁 他声音嘶哑地喊着我的名字 我轻轻拨开他搭在我肩上的手 退后两步 不想再看见他 刘云 都这个时候了 你别装傻 我知道你懂我的意思 我的离婚申请 会交给费文 你可以自己找个律师 也可以交给费文 钱我帮你出了 财产方面 我们结婚时间短 没有纠纷 婚前怎样 离婚就怎样 刘云身体一僵 抬头看着我了 我好一会儿 片刻后 他叹了口气 转身 走向警局内 走前 他巧声说了句 我先安顿好他们 回头我找你 我对他撇撇嘴 走好不送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打开家门那刻 我还是被惊到了 客厅里满地垃圾 地板上斑斑点点 墙角堆着一堆烟头和啤酒瓶子 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臭味 费文惊叫一声 我送你的沙发 怎么黑了 米色的沙发 直接黑了一大片 我仔细一看 应该是撒了汤汁 我指了指地上的垃圾 苦笑 你看 还有除夕 那天我做的饭呢 一看就是我掀翻的食物 随便扫扫 又经过几天生活 堆叠了层层污渍 走进厨房 锅碗瓢盆四处散落 水槽里 塞满了脏的碗碟 旁边还有半块发霉的面包 静静躺在那里 费文捂着鼻子退回客厅 真是太恶心了 这得花多少时间才能清理干净啊 我当机立断 拨打了保洁公司 我订了全套清洁服务 他们一会就到了 看了看满屋子的狼藉 我撸起袖子 将属于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让费文再回我父母家 走前 他不放心 你留意一下 他们的东西还在 可能一会就会过来闹了 我点点头 环顾了四周 这里我不打算住了 我叫了中介过来 趁着今天把房子腾空 放租吧 半小时后 保洁队伍抵达 他们效率极高 不到两小时 屋子就清空了 领头的大姐握着我的手 一再对我感谢 因为我把所有家电 锅碗瓢盆 能用的东西 全送了给她 而刘家的东西 都被堆在门口 清洁完毕后 整个屋子焕然一新 我在屋里喝着咖啡 等中介时 屋外嘶嘶作响 透过猫眼 我看到是刘家人在门外了 经过警察的教育 公公婆婆收敛了不少 安分把东西搬走了 离开的时候 公公婆婆嘴里 还滴滴念叨着一些 不好听的词汇 闹剧过去 下一步就是上律所签离婚协议 我正窝在沙发里 翻看着我的帖子 里头依然沸沸扬扬 我轻轻点开编辑 报告了最新内容 更新 闹剧暂时告一段落 下一步就是离婚了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支持 没过多久 留言就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姐 人间清醒 你值得更好的 真是狗血剧情啊 但你很勇敢 等消息要楼主 蹲一个后续 看着满屏幕的支持和鼓励 我常常输了一口气 心情稍微平复了些 这世上 还是三观正常的人多 门铃突然响起 打断了我的宁静 我走过去一看 是刘云 她站在门口 手捧玫瑰花 眼里带着几分迷茫和无助 安宁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 我一手撑着门框 挡着她进门的想法 说吧 她低下头 哑着声 安宁 我不离婚 我们不闹了 好不好 我冷笑 不好 我配不上高贵的刘家 不配上桌吃饭 刘云锦握住我的手不放 解释 不 不是这样 那都是老一辈人的思想 我 我其实并不认同 可你当时怎么没说 她被问住了 沉默一会儿 才开口 你知道 我一向不敢违逆我父母 他们 他们不容易吗 我知道 所以就可以献祭你老婆 我直接甩开她的手 语气充满讽刺 刘云 你可真是个大孝子 至今 你都不曾为了你父母所做的事 向我道歉 说明在你眼里 你认同你父母的做法 你打心底的看不起我 哦不 是看不起女人 包括你妈 我深吸一口气 定定地看着她 刘云 我该感谢你父母 感谢这个春节 否则 我都不知道 哪天才能彻底看清你 我以前喜欢她的体贴 耐心 可跳出禁锢 我才发现 那都是表象 只是吸人血的手段而已 在家 她吸父母的血 在港 她吸我的血 当我和她父母的观念 有冲突时 她毫不犹豫 把我献祭出去 真正的你 懦弱 没用 离不开女人 还看不起女人 不是的 我 我 她在原地转了两圈 像只困兽 找不到出路 然后将鲜红的玫瑰花 塞进我怀里 豁出去的姿态 安宁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知道错了 这次我不会让你失望了 你在想想你爸妈 他们对我 还是挺满意的吧 她还不如不提 没必要了 我失不失望 都不重要了 她猛地抬起头 眼里尽是慌乱 颤着嗓音 宁宁 我悠悠道 我一直没告诉你 是怕你难受 我父母对你家的做法 很不满意 刘云 别再拿你的父母来说事了 我们会离婚 根本原因 不是你的父母 而是你 刘云一阵愕然 我笑了笑 一段健康的感情 是相互的 我很抱歉 时至今日 我才发现 我们根本不适合 你的算计 让我很不舒服 我讨厌你整日 把穷挂在嘴边 好像我让你买颗糖 都最无可赦一样 记得前阵子 草莓供不应求 买都买不到的是吗 有一天 你突然告诉我 在超市看到草莓了 还问我想不想吃 我很高兴 以为你会给我带点回来 刘云已经面红耳赤 羞愧难当 别说了 安宁 我没理会他 可是下一句说 你说 那你去买吧 呵 那你去买吧 交往至今 刘云给我送过两次花 一次是表白的那天 一次是今天 仔细回想 交往这么久 除了花 他没送过我任何东西 哪怕一个水果 一顿饭 我拨弄了一下玫瑰花 象征着美好的爱情 可是 你从来没问过 我喜欢什么花 我把玫瑰花推回他手里 告诉他 其实 我不喜欢玫瑰花 我喜欢的是百合 我跟你结婚是认真的 离婚也是认真的 好聚好散是我的底线 别再纠缠了 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 费文微信我的时候 我正在去律所提交 离婚申请材料的路上 宁宁 快看 你公公婆婆火了 紧随其后 是一条链接 原来 有邻居把收房当天的录像 发上网 视频里 他们撒泼打滚 大放厥词的模样 在平台上迅速发酵 简直像穿越距离 跳出来的 真是活在自己世界里啊 我要是遇到这样 三观不正的公婆 第二天就离 哎呀 不看日历 都不知道自己活在现代 笑死 他家儿子还靠女人养 这么横 哪来的底气 这个新闻 可以和前几天那条热搜串着看 很快的 有网友根据我之前的帖子 顺藤摸瓜 很快将两条新闻串联起来 话题再次冲上热搜 新年期间 傅贤在家的网友 纷纷下场吃瓜 直接把刘家扒了出来 哪个村 哪条项 连同乡同学都忍不住加入了战局 同学在我们村 多数女人可以上桌吃饭 只有少数几家 还保留女人不上桌的习俗 同学B 我以前去刘家玩 确实看到过这种情况 当时刘家父子俩在屋里吃 刘老太端着碗 蹲在院子里吃 同学C 现在时代变了 我们也应该变通一下 网络热闹非凡 热搜挂了整整两天才停歇 那天之后 我没再见过刘云 我照常上班 下班 聚会 逛街 可是 生活中突然少了一个人 我还是不适应了很久 离婚手续的办理过程 出乎意料地顺畅无阻 港城的离婚手续 是双方在律师的见证下签字 由律师交给法院判定 判决文件下来就生效了 费文透露给我一个消息 说是刘云打探了 我预约上律所的时间 特地错开了 她大概想尴尬相遇吧 听说 她被港大拒收了 原因不明 费文后来告诉我 其实是刘云主动去撤销了入学申请 大概是支付不起高额学费 回去上班了 费文从律师办公室里走出来 手里拿着几份文件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双手一摊 就这样呗 哈哈 想听最新八卦吗 什么 费文突然眉飞色舞起来 我知道伯父伯母憋着一口气 可是没想到 他们行动力这么惊人 就昨天 伯父伯母北上 去了刘云家 就在他家大门口 整整放了五捆鞭炮 费文笑得 忍不住捂肚子 听说刘云父母脸都绿了 我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真是 他们够狠的 费文拍拍我 他们也想帮你出口气 我点点头 父母总能以最直接 最戏剧化的方式 表达他们对我的支持和爱 时间如同白居过戏 距离那场轰轰烈烈网络热搜 已过去一年 我的生活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只是心跟平静的湖面一样 毫无波澜 费文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半认真 你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我懒洋洋的躺在沙发上 我现在这样挺好的 外面世界太乱 费文掀起眼皮 看着我不争气的样子 没稚气 他伸手过来 一把把我从沙发上拉起来 翻箱倒柜 找出最华丽性感的裙子 在我身上笔划笔划 信誓旦旦 今晚 姐要帮你脱单 我不去 什么 你说 你活腻了 于是乎 夜幕降临时 我还是被拉出了我的小窝 我没穿性感小裙子 换上简单干练的衣服 化了淡妆 出门时 费文严肃审视我一番 才点点头 太酷了 霸气女王范而十足 差点就把我掰弯了 聚会地点 在一个高档餐厅包间内 音乐柔和 灯光温馨 刚进门没多久 就有男男女女结伴而来 搭讪寒暄 喂喂喂 看那边 费文偷偷用手肘碰我 那个穿白衬衫的小帅哥 他一直往你这个方向看 信我 他一定对你有意思 果然 不多久 他缓步向我们走来 嗨 我叫江南 他微笑着递出手 听说你是费文的朋友 我点点头 回窝 我叫安宁 听起来名字挺失忆 江南长相斯文 言谈举止 透露着书卷气息 他笑着白白手 别提了 小时候 父母想给 取个文艺点名字 结果 江南正在攻读医学硕士 计划未来成为一名医生 费文调侃道 哟 那我们可挖到宝了 众所周知 医生是港城最吃香的行业 我挑眉 低声问 继续装 你俩明显早就认识了 费文黑黑一笑 江南想认识你很久了 一个月后 黄昏的海边 江南手捧百合花 向我表白 安宁 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 我希望以结婚为前提 跟你交往 我微微一愣 陷入了深思 微风轻拂着脸颊 过往的记忆像就像片 一页页翻过 那些曾经的欢笑 泪水 那些共同度过的时光 此刻都变得如此清晰 见我没回应 她有些不安 安宁 成不成 你给答复吧 她凭着呼吸 眼眶因紧张红红的 耳间爆红 像一只不安的小白兔 原本忐忑的郁闷心情 散了 我扑斥一笑 问个不合时宜的问题 你觉得 你父母容易吗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因为男友不想父母辛苦赚彩礼 我们分手 半年后 他却发来信息 六万八的彩礼我给了 找个时间去把证领了 时间太久 我都忘记了他 却听他又说 彩礼我都同意了 你还想闹分手到什么时候 刚跟闺蜜吐槽完他的无耻 隔壁餐桌 传来他和其他女人的对话 二十万彩礼我已经答应了 你又还要防 好家伙 这是广撒网 带着哪个算哪个 和前男友杨文分手之后 我恢复了精彩的生活 周末 我和闺蜜正喝着下午茶 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 被我不小心按断 接着一条信息发了过来 我家同意给彩礼了 你看下时间 什么时候我们去把证领了 太过惊讶 我回了一个 对方不耐烦地打来电话 问号什么问号 我说同意给你彩礼了 我们结婚吧 没有等我回答 对方继续道 对了 彩礼六万八 三斤你自己之前不要的 结婚百个九收份子钱 就算了 家里的钱全给你做彩礼了 婚礼已经没钱办了 毕竟 我爸妈已经这么辛苦了 总不能结个婚 把家里搞破产吧 我脑子转了两圈 才想起这个熟悉的陌生人 我的前男友 杨文 半年前 是恋爱的第五年 我和杨文 提起结婚的事 他写躺在沙发上 慢悠悠 从手机上抬头看我 结婚 可以啊 你家打算赔嫁多少 未提彩礼 先提赔嫁 我感觉有些奇怪 但我还是认真到 我家打算赔嫁三十万和一辆车 杨文皱了皱眉 似有些不耐 什么车 多少钱的 三十万以内的车 没想好买哪款 三十万 杨文蹭的一下 站起来 手机被甩在沙发上 你家在打发乞丐吗 钱 你家给那么点 车 也买这么廉价的 它爆发得太突然 我一下子就猛了 啊 太少了吗 这都是可以商量的 听到我这话 他神情缓了缓 现在三十万的车 根本不能用 你不懂车 我不怪你 但是赔嫁 我要一辆一百万以上的车 说着 他看向我 三十万的现金 肯定也少了 以后这都是我们小家的启动资金 你过惯了好日子 哪里够用 我眼神闪了闪 这几年 我已经步入了社会 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一百万的车 在我的好友圈 确实不少 但在我的同事圈 和杨文的朋友圈 却只有几个老总才有 我压下心里的不舒服 笑着问 这都好说 那你家打算给多少彩礼啊 杨文漫条四里喝了口酒 一脸不赞同地看着我 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这么封建 彩礼 那都是封建糟粕的东西 我家可不兴这个 见我脸色不渝 他依旧自言自语 再说了 这些年 我爸妈养我长大 已经很辛苦了 你家也不缺这点钱用 何必为了结婚 加重我爸妈的负担 我气笑了 所以 我家三十万的赔价少 你家一毛钱的彩礼 也不给 杨文皱起了眉 像在看一个不听话的小孩 周婉 你一向懂事听话 今天是怎么回事 说着 他揉了揉眉心 一脸为我考虑的无奈表情 你要是实在计较 三斤我还是可以做主给你的 到时候 你买个项链 耳环 也可以在朋友面前炫耀 我知道 你们女生就是喜欢攀比 深吸一口气 我实在没忍住 翻了个白眼 却听到他再次开口 对了 三斤我买了 你家得再陪嫁一个房子 写上咱俩的名字 毕竟以后我俩 也算定居在他们身边 陪伴他们了 总住在你妈名下 这个小房子 也不像话 听他越说越离谱 我扇了他一巴掌 跑了 第二天 就找了搬家公司 将杨文连人带行李丢了出去 房子也被我卖了 那之后 我搬回了家 和爸妈一起住 拉黑了杨文 也离了职 黑名单里 有很多他打来的电话 和发来的短信 我从来没看过 如今 分手已经半年过去了 他到底在说些什么笑话 我气笑了 反问 你谁呀 杨文立刻破防 周婉 你别装 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 哦 不说 那我挂了 随即就听到对方暴怒的声音 我是杨文 周婉 我都同意给彩礼了 别继续做 本来还无聊 打算听他说些什么东西 找找乐子 可听他说话 就影响到了心情 暗骂自己一声 我说 搞清楚 我们已经分手了 也不要你的彩礼 滚 电话挂断不到半分钟 短信弹了出来 你是不是想前想风了 我都已经退让到这种地步了 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 我再次将这个号码拉黑 不多时 手机后台弹出一堆骚扰拦截 有无数个电话和短信 贴了眼信息 都是杨文在发疯 你是不是嫌钱少 你是真不拿钱当钱看啊 一堆女人不要彩礼 你知不知道 我会同意给彩礼 还不是因为舍不得我们之间的感情 再说了 你家是卖女儿吗 指望用彩礼赚钱 没了这钱不活了 分手 我同意了吗 我没同意 就是没分手 自从和她分手后 我再度见证了她的无耻 我一边将信息递给闺蜜赵益看 一边抱怨自己当初眼瞎 赵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半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店里人来人往 有人好奇地望过来 又若无其事地转开视线 突然 身后的餐桌传来吵闹声 有熟悉的男生传来 是杨文 我没注意到是什么时候 他也进了这家店 五金我买了 二十万彩礼 我家也同意了 现在又说要买房 没有房子 总不能睡大街吧 租房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再说了 爱我难道不该给我最好的吗 柔媚的女生有些耳熟 是当初杨文带着的实习生 因为经常请杨文帮忙 看她时满眼崇拜 我还因此和杨文吵过架 没想到 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杨文情绪激动 这些日子 你说要新手机 我买了 要新包包 我买了 要吃下午茶 我也带你来了 我对你还不够好 还不爱你 女生依旧沉静 宝贝 我都是为了我们的以后考虑啊 婚前辛苦些 以后就没那么累啊 再说了 我一直相信你的能力 我相信你一定能让我和未来的宝宝 过上好日子的 听到这 赵义挑了挑眉 一边示意我看热闹 一边示意我看手机 低声道 好一个双管齐下 两手抓 我心中反感 再度见识到杨文的恶心劲 也不知道 她到底是中什么样的精分 才能一边和县女友讨价还价 一边勾搭前女友 赵义眼睛一亮 一把拉过我 拿起我的手机 走 在这看热闹多无聊 咱再送点刮过去 被赵义拉倒两人跟前时 他们还在僵持 见到我 杨文慌乱地站了起来 急促道 晚晚 你怎么在这 紧张得好像劈腿 却被当场抓获得渣男 而那女生眼神一闪 几步走到了杨文身边 挽住了她的手臂 满脸笑意地开口 晚晚解 好久不见 没有理会赵义的挑衅 赵义笑道 哟 结婚谈彩礼呢 谈得怎么样啊 杨文有些着急 想来拉我 晚晚 有什么事情 我们出去说 但那个女生却半点不松手 我们当然谈得很好啊 毕竟像文歌这么优秀的人 谁又愿意错过呢 她伸手将散落的头发 撇到耳后 抬手间露出手上的金镯 像是才发现自己的首饰一般 她轻呼一声 道 晚晚姐 你看 这个手镯好看吗 是文歌送我的礼物呢 说着 她笑了声 将身体贴得杨文更近 当初 你嫌文歌不上进 想要潘高枝 这会儿不会是潘高枝失败了 又后悔了吧 可惜 你回来晚了 我们要结婚了呢 你要是有空 到时候可以来喝个喜酒 我皱着眉头听她炫耀 心底却只想发笑 将笑意压下 我平静开口 哦 要结婚了呀 我眼神撇过一边着急的杨文 故意脱长了声音 无视她复杂的情绪 我将黑名单里的短信打开 递到了那女生面前 虽然 刚刚听到你们因为结婚的事情争执 但在此之前 我还接到了杨文的电话和短信 说是跟我没分手呢 杨文眉头一跳 想跟我解释 又怕说多了失去现在的女朋友 显得左右为难 那女生猝着眉 顺着屏幕看了几眼 我还好心地让她多看了几条 挽住杨文的手掌紧握 抬头看我时 又恢复了平静 她道 拿个不知道是谁的号码 就来离间我们 周晚 你配吗 见状 我伸手拨通了号码 三十秒后 现场依旧安静 没有铃声响起 那女生明显情绪一松 哼笑 丢人现眼 手段未免太过拙劣 而我却瞧见杨文情绪一顿后 明显地放松下来 想来 对于那个号码 杨文早有准备 或许是见我这边没戏 又为了向那女生表忠心 杨文看我时 满脸遗憾 晚晚 有什么事情 我们下次再说 现在我正跟女朋友约会 给我点空间好吗 开始 那女生的声音就不算小 此刻更是有不少人 在看着我们热闹 我低头翻了翻 点开一段录音 随即 杨文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 我说同意给你彩礼了 我们结婚吧 彩礼六万八 我是杨文 周婉 我都同意给彩礼了 别继续做 听见熟悉的对话 杨文伸手 就想抢过手机 被我退后几步躲开 我晃了晃手机 笑得温和 手机通话自带了录音 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看向那女生 大概 你还是会安慰自己 这是我合成的声音吧 轻轻摇了摇头 一脸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直接转身离开 赵义打量了两人几眼 随即转头喊我 晚晚 他身上穿戴的 还都是你给他送的礼物 你们分手这么久了 不要回来吗 我头都没回 摆了摆手 都就成这个样子了 还给你 你敢要吗 赵义长一一声 咧嘴轻泽 算了 这张东西 拿回来都不敢碰 他快走几步追上我 似在跟我聊天 声音却大到 能让杨文两人听见 还好你当初送的奢牌 就这么几件 就当打发给垃圾桶了 不然 想起来都糟心 走到门口时 杨文两人突然爆发出 激烈的争吵声 你这些奢品 都是周晚送的 此刻的女生 不负以往的柔媚 反而刺耳得很 男生充满愤怒 你是因为这些东西 才看上的我 那是当然了 如果不是以为你有钱 我会看上你 拜托 你都没好好照过镜子的吗 对 自己的长相 对自己的能力 对自己的魅力 真的半点认知都没有吗 男生透着不可置信 赵青 以前你可不是说的 多的话 我没再继续听 因为赵毅在旁边 再度笑开了话 哎哟 哎哟 白了 我就说 那两人不可能是真爱 我一句话直接爆击 笑声之大 如雷贯耳 好心情终止在停车场 看着气喘吁吁拦在我车前的阳闻 我只觉得晦气 玻璃隔绝了声音 听不真切 但我从她的嘴形和隐约的声音中读出了她的话 她说 周晚 我们谈谈 我盯着她看了会 随即面无表情地踩下油门 准备用车子的轰鸣声 将她吓退 突然 有人一把拽走了阳闻 透过车窗 我见到了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 他提着一个文件包 头发书的板正 一个半框眼睛压制了容颜 添了几分克制禁欲 声音清冷 秃子清晰 此刻正在教育杨闻 想要碰此事吗 我现在就报警 一个大男人 做点什么工作不好 专干讹人的事情 杨闻本就情绪激动 这会儿更是一脸利器 老子和自己女朋友的事 你多管什么闲事 滚开 他握住杨闻的手没有松开 只是冷静到几乎冷漠 所有想要骚扰女性的男人 都会在被抓包后 用老婆 女朋友 之类的关系 企图混淆自己 正在犯罪的事实 而现在 这位女士拒绝跟您接触的意思 非常明显 您的行为 就是骚扰 如果您觉得 我正在骚扰您 我也支持您报警 杨闻本来就是那种 吹牛可以侃侃而谈 但真要办正事 就脑袋空空的人 被对方调理清晰的话语震 杨闻结结巴巴 最后只能转头喊我 周晚 周晚 你出来 我将车窗按下 没有理会杨闻的喊叫 看向那位眼镜男 谢谢 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 对方似乎回避了一下 我的视线 随即 清悦的声音响起 没关系 我瞥了一眼 对方突然红透的耳朵 不明所以 点了点头 趁着对方拦着阳闻 我开车走了 在我妈的炮轰 和闺蜜的怂恿下 我终于同意了相亲 我妈 女儿啊 你总不能还想着那个渣男吧 我对你的眼光 真的好忧心啊 也不知道你被什么迷了眼 样样都好 就是选男人的眼光不好 语气担忧 眼神关怀 我一度怀疑我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今天的相亲对象 听说是个很年轻的精英律师 餐厅 我无聊地搅着咖啡 打算见面就跟人说清楚 不一会 阳光被遮住了一些 睁开眼 一束粉玫瑰出现在眼前 视线上移 我见到了那个 有着一面之缘的男人 半边脸在阳光的映照下发着光 半边脸眼在阴影里 清俊到不可思议 狠狠震撼了我心灵 恰巧 耳机里的女生突然唱到那句儿凑巧 你突然出现在我眼里 我听见自己机械地张了张嘴 好巧 是你 不可否认 我有些严控 而这人正好长在了我的萌点 对方挂着一个礼貌的笑容 一边将花往我身前递了递 一边自我介绍 周小姐 你好 我是顾卓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真让人高兴 说话间 顾卓的耳朵依旧是红透 真是奇怪的体质 浅谈几句后 我压下蠢蠢欲动的荷尔蒙 准备按照原计划说清楚 周小姐顾卓 一本正经的语气让我回神 其实 那次在餐厅 我就见过你了 不只是停车场 莫名其妙的话语 却让我瞄懂 她在说 她知道餐厅里的四人闹剧 也知道那天她拦住的人是我的前男友 我笑了笑 也想起了当时餐厅的热闹 顾卓继续道 虽然很冒昧 但确实是我主动找的人 请求跟你相亲一次 希望周小姐能给我一个机会 能跟我接触一下 她的神色很认真 语言也很诚恳 轻易将我即将脱口而出的话 压了下去 透过她微微反光的眼镜 我看到她的眼睛里 满满是我 她垂放在大腿上的手指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屈起 将西装裤抓皱 那一刻 我听见心脏扑通一撞 抛却了所有思绪 我听见自己充满笑意的声音 好啊 顾卓的父母是大学教授 他本人毕业于国内顶尖高校 和杨文痴迷玩乐不同 在小期间 顾卓就不断地参加各种比赛 后来还去国外做了一年交换生 工作和生活 她都一丝不苟 相处起来很舒心 虽然说相处接触 但见面的评次 大约也只一周三次 即兼顾了工作 又不会让人忘记 这天周末 我们约好喝下午茶 等我到餐厅时 她正坐在窗边 一身笔挺的西装 发丝垂在眉间 似乎在看什么重要的东西 见到我 她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 晚晚 这家咖啡厅的卡布奇诺 和柠檬芝士蛋糕比较有名 我给你点了一份 顾卓很细心 即使我没说过 她点的东西依旧和我口味 吃到一半 窗边闪过杨文的身影 随即 她怒气冲冲走了进来 周晚 好啊你 不回我消息 在这约会也难忍 说着随手抢过服务员餐盘上的咖啡 就朝我脸上泼来 顾卓动作一闪 瞬间挡在了我面前 那身看起来就昂贵的西装 滴滴答答吊着咖啡叶 周围时刻全部看了过来 杨文还想说话 被顾卓打断 这位先生 这身西装是定制款 刚好一百万 您看 刷卡还是现金 正巧 服务员也回过神来 赶紧上前道 这位先生 刚刚您拿了别的顾客的咖啡 请付一下款 一共五百块 请问是微信 支付宝 还是现金 杨文的暴怒一顿 接着生气道 你们抢劫呢 就一杯咖啡 你们也敢要五百 信不信我去消费者协会投诉你们 还有你 一件衣服而已 一百万 一百万 又没有弄坏 洗洗不就好了 小心我报警抓你 杨文看了看我 随即恢复平静 一脸高傲地扫过服务员和顾卓 周晚 你赶紧把钱付了 我们谈谈 他说着 就想挤开顾卓坐下 我将没喝完的咖啡 泼在他脸上 还觉得不够 又将蛋糕 也砸在他脸上 才觉得痛快些 有病就去治 不要到公共场合表演惊分 杨文抹了把脸 伸手就想来抓我 被顾卓隔开 再次被拦住 杨文终于认真看了看顾卓 是你 随即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瞪大眼 原来你们两个贱人 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怪不得上次你就帮着他 原来早就有一腿了 杨文满脸愤怒 周晚 我们五年的感情 你就因为这个男人有钱 你就变心了 杨文动静很大 引得周围的时刻 看着热闹 轻声吐槽 虚荣拜金的女人 找到个有钱人 就把自己的男朋友甩了 真让人鄙视 这女人看着光鲜亮丽 没想到也是个爱慕虚荣的 看着吧 朝三暮四的女人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个帅哥还真是可怜 真情十亿五年 也顶不过一个有钱的身份 杨文听到有人帮他说话 勾着唇清笑 眼里充满是在必得 周晚 我是爱你的 不论你做了什么 只要你回来 我会一直爱着你 我推开顾着 高声冷笑 是啊 恋爱五年 每年只有一个礼物 那就是生日蛋糕 结婚不打算给彩礼 还嫌我家三十万的 赔价现金太少 三十万的赔价车是破烂 除此之外 还要我家赔价一套全款房 房子要写上你的名字 我总结到 所以分手之后 我就因为这个男人有钱 喜欢上了他 不行吗 难道 我还非得一直眼下心芒 喜欢你这种人吗 眼神上下扫视了一遍 杨文 我吃笑 你这种没钱 也没能力 还不真诚专心的人 值得我喜欢吗 周围吃瓜的声音一顿 那些视线不可置信地 看向杨文 我继续补充道 上次 你都答应了 你新女友的彩礼 还买好了五金 现在这是闹崩了 想找我来接盘了 撇了眼八卦的观众 我微笑 或者 你该问问 现场有哪位好心的小姐 认为我太绝情 她愿意接盘 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义 有人立即改口 这男人一看就像个泼皮 小姐姐却看起来家教就很好 她这是后悔了呢 小姐姐可千万别心软 对啊对啊 这不就是无耻 想要借着舆论欺压人家姑娘吗 我还以为她受了多大委屈呢 没想到都是自己做的呀 现在还敢来纠缠 真是人不要脸 没脸没皮 周围人指指点点 杨文脸色挂不住 虚张声势 你们知道什么呀 在这乱说 滚滚滚 都不许看 看热闹的人非但没安静 反而更加大声道 看破防了 开始乱咬人了 杨文贱舆论太多 转身就想走 却被顾卓和服务员拦住 顾卓神色悠悠 你不会是不想赔偿 直接逃吧 无数声音汇聚在一起 观众自动喊了起来 赔钱 赔钱 杨文坐立不安 他结结巴巴开口 谁 谁说我要逃 明明就是你和周婉 和起火坑我 一百万 你想都不要想 我最多给你两百干洗费 他把手上泼剩下的咖啡一喝 杯子重重砸在服务员的托盘上 什么破咖啡 难喝死了 五百就五百 当谁喝不起是的 他掏出钱 分别甩在两人身上 也没管钱飘落在地 直接转身跑了 顾卓捡起地上的钱 一起递给了服务员 你家的小蛋糕不错 麻烦再帮我打包两块 他转身在我身边坐下 偏了偏头看我 晚晚 你还好吗 看着顾卓身上的污渍 又看了看我自己干干净净的裙子 我愧疚到 今天谢谢你 你衣服脏了 我陪你一件 同时 我也有些难堪 毕竟这么丢人现眼的人 居然是我前男友 顾卓摇了摇头 不用了 这又不是你的错 见我低着头 顾卓笑道 不过 如果晚晚准备送我一件衣服做礼物的话 我会非常开心的 不得不说 顾卓很聪明 他轻易就让我愧疚的心情 找到宣泄口 却又温柔地转换了理由 而最后 他只要了一件衬衣 车子停在我家门口时 顾卓突然开口 晚晚 遇到事情 不要总是责怪自己 别人犯的错 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人生在世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各种人 我们只要问心无愧就好 说完 他将打包的蛋糕递给我 眉目间是全是温柔 吃点甜的 开心一点 月光映照下 他的眸子里满是我的身影 我突然心头一动 鬼神神差 我脱口而出 你 愿意和我交往吗 我亲眼见到 那双眼睛里迅速涌上惊讶 随即被欣喜替代 一双眼睛 明亮地逼人 他提着蛋糕盒子的手指握紧 提手的纸片 隐隐有断开的痕迹 一向沉稳的人 此刻透露出些傻气 晚晚 晚晚 你刚刚说什么 我是不是耳鸣了 他这样 反而冲淡了我脱口而出的懊恼 我伸手接过摇摇欲坠的蛋糕盒 气定神贤地靠着椅背 没听到 那我什么也没说 顾卓急了 那怎么能行 慌乱间 他碰到车子喇叭 安静的夜色被尖锐的气笛声撕开 有行人被吓到 转头低骂 有病啊 顾卓却在这时突然镇定下来 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 声音沉稳 我听到了 晚晚 你同意跟我在一起了 我太高兴了 这夜 我是硬着头皮 顶着一双不舍的眼睛回的家 第二天一早 刚打开手机 我就被眼前九九家的信息惊讶了 顾卓的信息一直持续到清早 开头是 晚晚 我好幸运 你能够和我在一起 中间是 晚晚 我太兴奋了 实在睡不着觉 满脑子都是你的身影 后来是 晚晚 我刚刚做了一千个俯卧称 还是好精神啊 最后是 女朋友早安 我做了早餐 想跟你一起吃 透过窗 我看见了顾卓的车 而他 已在车门边 时不时地傻笑 一切像是水到渠成 我和顾卓订婚又结婚了 婚礼前一天 赵义同他和我聊了一夜 他又哭又笑 情绪比我一个代嫁娘还复杂 所以 仪式开始前 我还有些不清醒 顾卓过来看我 见我精神不振 有些紧张到 怎么不开心了 是不是不想嫁给我了 他蹲在我面前 眼巴巴看我的样子 无端让我想到阿拉斯加犬 没忍住 我伸手揉了揉他的头 感受卓手下毛茸茸的手感 我感慨 你怎么保养头发的 以你的工作强度 居然没秃头 顾卓明显没回过神来 只脱口而出 遗传 我点点头 这基因不错 我不用为以后孩子的 秃头问题担忧了 顾卓眼睛眨了眨 突然咧嘴笑起来 重重点头 嗯 对 我们的孩子 以后不秃头 婚礼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我没想到 会有一段小视频 是顾卓瞒着我制作的 视频的开始 是顾卓的一些照片 明明是拍的顾卓 我却作为背景 出现在了镜头里 视频的中间 是我们相亲后 他偷偷拍下的照片 两杯咖啡 或者灯光下拉长的 两个影子 视频的后来 是我们恋爱后的合照 每一张合照里 他都温柔专注地看我 而我笑容灿烂 视频的最后 是他面对镜头 说的一句话 周晚 我在你不知情的岁月里 偷偷爱了你好多年 上天垂帘 我终于等到你 视频结束 顾卓举着戒指 胆息跪地 周晚 嫁给我 好吗 我在气不成声的语调里 递给他手 点头说好 其实 我和顾卓 确定恋爱关系后 赵义告诉过我 关于顾卓的事 他早就知道 顾卓喜欢我 只是因为 我和杨文在恋爱 他不好多谈论 后来 顾卓在咖啡厅 知道我和杨文 已经分手 于是 找到了他 请他帮忙介绍 毕竟是自己的表哥 也算之根之底 于是 他在红包的诱惑下 同意了介绍 可尽管知道这件事 我还是被婚礼上的视频感动了 婚后 只要一想起 我在婚礼上哭得丑唧唧的照片 我就想捶报顾卓 要是他早点 让我多看几次 我一定不会哭得那么丑 我双手插腰 第一百次跟顾卓抱怨 他举着甜筒笑 哎呀 晚晚 我不也哭了吗 没事的 没事的 说到这 我更难过了 明明两个人都流泪了 天天我哭得五官皱成了一团 而顾卓是美人垂泪 见我似乎更加生气了 顾卓将甜筒往我手上一塞 转身就跑 晚晚 我看见那边还有别的吃的 我去看看 你先吃着等我呀 看着顾卓一身运动装 连跑动也像校园男神的背影 我恨恨地咬了口甜筒 周晚 突然有人喊我 顺着声音 我看见了阴魂不散的杨文 他几步走到我面前 我给你发消息 你为什么总是不回 我翻了个白眼 傻 逼 随即 往旁边挪了几步 拒绝交流的意思很明显 但杨文像是看不出来 再次走到我身边 周晚 我们毕竟五年的感情 你和其他女人是不一样的 我后来想了想 你肯定是因为我 接触了别的女人 所以吃醋了 但我可以保证 我最爱的人只有你 如果你是借一财离少 我同意给你十二万 象征以后的岁岁年年 你看行不行 晚晚 顾着匆匆走来 将东西往我手上一塞 转身拦在了我面前 啊 这不是那位欠我西装 赔偿款的先生吗 怎么 今天主动来还钱啊 我笑了 顾着这种直戳人痛处 引导对方进入自己话题的说话方式 值得我学习一生 你 杨文有些生气 想要将顾着推开 怎么次次都是你这家伙 这是我和周晚的事 请你让开 顾着当然不让 他挂着标准笑容 哦 这位先生 有什么事情找我老婆 告诉我就可以了 杨文推人的手一顿 眼睛突然睁大 老婆 周晚 你结婚了 我握住顾着的手 走到和他并肩的位置 露出两人的对见 我开口 显而易见 我结婚了 杨文突然像是受了什么打击一样 后退两步 结婚 你怎么可能会和别人结婚 你明明 明明爱我爱到 可以妥协一切 他恍惚片刻 看我时神色哀求 婉婉 你别找人骗我了好不好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要多少彩礼 我都给你 十五万 不 二十万 二十万彩礼行不行 婉婉 当初你为了我 连留学都可以放弃 我们感情这么好 不可能走散的 对不对 婉婉 你不要生气了 不要再和我闹了 我求你了 行不行 他伸手想来拉我的手 婉婉 你要是生气 打我骂我都可以 就是不要继续不理我了 好不好 顾卓舔了口甜筒 歪了歪头 看热闹般的的开口 求人 要不你跪下试试 杨文脸上 漫上屈辱的神色 婉婉 男子汉 跪天跪地 跪父母 你真要我跪你吗 顾卓翻了个白眼 觉得无趣 打断道 就算你跪了 完完也是我老婆呀 还是没用 谁让你曾经不珍惜呢 我伸手拉过顾卓 老公 走了 这人再跟来 咱就报警说 他性骚扰 到时候 顺便让他把那 一百万的衣服钱赔了 你那是纯手工定做的衣服 已经被那杯咖啡毁了 视频证据和衣服出单的证据 咱都有 杨文追来的脚步一顿 脸色难看 似后悔似忧怨 顾卓将两封录取通知书递给我时 我才知道他DIY了我俩的信息 申请了出国进修 看着通知书 我又笑又哭 你怎么知道 我想去这所学校 顾卓轻拍了一下我的头 该知道的当然会知道 谁叫某个笨蛋 当初为了渣男放弃了呢 我捂住头反驳 当初并不全是因为恋爱 主要还是那段时间 爸爸身体也不太好 顾卓揉了揉我的头 行吧 原来是因为我们晚晚孝顺啊 现在爸爸妈妈身体都不错 我们可以出去看看 出国前的生日 顾卓带我去了一家餐厅吃饭 餐厅的落地窗对面 是一块巨大的屏幕 经常有粉丝 用屏幕投放 表达对偶像的热爱 而此时 屏幕上投放的 是一张我俩婚礼上 牵手的背影图 侧面的文字 是周晚 生日快乐 我爱你 有些高调 又有些浪漫 用餐后 我和顾卓下楼时 碰到了一个服务员 她正对着屏幕发呆 但口罩遮住了她的脸 看不清面容 出国后的某一天 曾经的校友群 有人爱我 周晚 你和杨文分手了 闺蜜照下帮我回复 晚晚早就和她分手了 那人继续说 怪不得我最近在我们小县城 看见她了 灰头土脸的 哪还有当年的半点意气风发 对了 我还看见她被一个女人 拽着耳朵骂 看样子是她老婆吧 照下回 呵呵 狗男人别来沾边 随意瞥了几眼 笑有群里 众人拼出了些杨文的经历 我离职后 她由于能力不足 迟迟没有提升 后来更是直接被裁员 她换过公司 但待不长久 找不到她满意的工作 她凭借好样貌 去高档餐厅做了服务员 她内心不甘 和当初的实习生分手后 她想方设法 去找条件好的女人相亲 甚至直接在餐厅里勾搭食客 被人投诉后 因为作风问题 被餐厅辞退 最后 因为生活成本太大 回了老家的县城 娶了个家里做小生意的老婆 可岳父精明 让杨文帮忙 每月给她开的工资并不高 老婆也是个厉害的角色 慢慢的 杨文那股少年气 就被磨灭了 开始懒懒散散混日子 所以杨文对我的那些奇葩骚扰和纠缠 以及黑名单里无数的电话和短信 都只是想要广撒网而已 不再关注杨文的事 我私信戳了戳照下 下个月回来 要带点什么东西吗 要要要 我擦脸的快用完了 给我带 顾卓凑了过来 晚晚 你在笑什么 我晃了晃手机 下下让我给她带擦脸的 顾卓撇了撇嘴 这个月不是才给她寄过去 怎么救她是多 我拍了拍她额头 恕我提醒 她是你表妹 就是因为是表妹才嫌弃她 她霸占你的时间太多了 跨扬都能每天包电话粥 真的服了她 我轻则一声 当初你求她帮你做介绍的时候 可是叫人家好表妹的 顾卓耳朵一红 埋头撒娇 晚晚 更深路重 一夜无眠 顾卓让我相信 总有人会全心全意爱你